在上海,如何排断一家美式烤肉店够不够中宗 首先可以看一下店里的客人 而烤肉更是要按筋脉,就不怕你吃不饱 美国菜最常见的烹饪方法就是炸可烤 这道像春卷一样的是炸芝士通心粉 加上一点培根或者牛肉馅,用油深炸 再配上一点白色的酸奶油酱 芝士通心粉绝对是美国人的心头爱 这份烤出来的少了一些油腻 超级浓的奶酪每一勺都能拉出丝来 这碗棕色的是烧烤酱炖豆子 非常有代表性的美式小食 然后是一盘炒菠菜和炸酸黄瓜 美国菜可真是万物皆可炸 酸黄瓜自带的酸味可以解掉多余的油腻 硬菜是一个烤猪类排牛胸肉和一个猪排汉堡 美式烧烤就在于你看上去很硬 但其实已经烤到脱骨 酱的味道类似于常用的A1烧烤酱 咸甜的味道又带着些胡椒 这里的汉堡也是一绝 这一款叫肉夹肉汉堡 足够彪悍的第一层放了一整块烤牛胸 然后下面是一个牛肉饼 配菜加了一些泡菜和墨西哥辣椒 这口吃上去的感觉可绝对不是快餐汉堡所能带来的 甜点是一道蜜桃派加香草冰激凌 除此之外还能吃到比较浓的肉桂粉 最后主厨说你尝尝这个酸黄瓜汁配威士忌 这两种搭配说是防止喝醉的妙招 除此之外 脱满 感谢观看